而过年收到长辈给的红包是最幸福的事 台北市场柯文哲的爸爸妈妈到现在还会包红包给孩子 不过柯文哲今年抱怨说他没红包可领 大概是爸爸赚的钱变少了 但事实上这个红包是被他的太太陈佩琪收起来 陈佩琪在脸书po文招任 说公公包了两万五的大红包 但他忘记跟丈夫讲 而陈佩琪说后来反正想一想 丈夫也不会理财 带这么多钱也没用 这自我安慰 讲着讲着 校中怎么好像带着泪 原来今年没收到柯爸爸给的红包为失望 但其实真相是 五包姑姑的大红包 原来是妻子陈佩琪收起来了 丈夫才抱怨没红包拿 他马上在脸书招任 因为除夕比柯文哲先回家 公公看到人回来了很高兴 马上掏出五个五千元塞到陈佩琪手里 当下反应就立刻收起来 结果忘了说 不过想了想反正丈夫也不会理财 身上带那么多钱也没用 柯市长也开箱自家年夜饭 数一数十几道有肉有菜很丰盛 但有网友就惊呼 居然吃得这么朴素 原来这里头有十道素菜 陈佩琪说这都是柯文哲亲自准备 还有婆婆的爱一大锅卤肉 干煎白鲌鱼 自己就当个幸福的媳妇 不煮菜只负责洗碗 我没有什么不喜欢吃的 对我来讲什么都很好吃的 化身汤甜甜的很好吃的 柯P还以为今年当不了身手足 完美验证活到几岁都是爸妈的宝 记者连续闻杨岳达台北报道